罗洞运动公园综合运动场一早7点就吸引了上千位民众热情响应 由中华民国单车运动发展协会 以及宜蘭县草根文化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了健康好生活 宜蘭动起来的公益健走活动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健康的活动 让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大自然 然后养成运动的习惯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说 借由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把发票捐给那个我们的两个协会 健康好生活宜蘭动起来 我们宜蘭县好山好水好生活 大家要运动才会健康 现在已经进入三月份 我想是运动好时节 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公益健走的方式 提醒大家把你的爱 也献给我们阿爸基金会 跟我们脊椎损伤协会共同来关心他们 参加民众每人攜带五张统一发票捐赠公益团体 就能领取参加奖品以及摸彩券 而所莫得的发票 将全数来捐赠给宜蘭县脊水损伤者协会 以及阿宝教育基金会 而立委陈老婆也响应这项公益活动 一起打造健康乐活快乐的宜蘭而来努力 那借由这次公益健走呢 帮我们手里发票 让我们有一些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弱势团体 帮助我们伦理族做一个平衡活动的发展 非常感恩非常感谢 阿宝我们主要是服务身心障碍的一个日间照顾 让我们的服务对象在一早 我刚刚已经看到好多人也一起过来参与健走的活动 对于他们的一个身心发展是非常好的帮助 也谢谢惠与董事这边跟欧博文化 那个欧博董事这边帮我们 我想宜蘭县呢 我们是一个运动大县 也是个生活大县 未来运动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我会觉得宜蘭会整个动起来 大家也会更的活力更健康 参加民众在舒展筋骨暖身之后 随即展开健走活动 全程约4公里 参加者在中继战时捐出5张发票给工作人员 走完全程就能取得摸彩资格 奖品包括有iPhone14 iPad 一斤电视 洗衣机 脚踏车等等大奖 让参加的民众满载而归 不仅走出健康乐活 也能详应做公益 做爱心 一举述得相当的有意义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